因为久汉不雨的影响,新竹县大陆临到昨天发生山林大火。 而至于高雄,则是将实施减量供水。 环保局四处焚化厂的游泳馆宣布开放时段由四个减为两个。 而另外,在南投桃敏社区也发现,以往三月下旬会出现的萤火虫,到现在还看不见踪影。 春分节气刚过,天气逐渐变暖,中部知名赏萤火虫景点南投县桃敏社区,往年三月下旬萤火虫就会现身, 但今年至今还不见踪影,桃敏休闲农业区推展协会荣誉理事长廖永坤推估,因为久汉不雨, 以水中萝贝类为食的萤火虫幼虫食物变少,影响到整个族群的生长, 预计会延期一周左右才会出现。 天不下雨,也影响到水晴,高雄水晴灯号将从三月三十号起转为成灯,实施减量供水, 环保局四座焚化厂游泳馆每天开放场次将由四个时段减为两个,预估每天可节省四十三吨水量。 把第一场次跟第四场次的时间的那个场次取消掉, 那我们只开完第二场次跟第三场, 可能高雄市的八十六吨,每天高十六吨的一个游泳池的供水量来讲的话, 我们大概可以减少到一半。 酒汗不雨也让山林大火抢救不易, 新竹县五丰乡大陆零到二十三点五公里处, 二十三号中午发生火警, 从远处就能看见浓烟直喘天际, 燃烧面积约为两公顷,空庆总队直升机从高空吊挂水带面火。 消防员则在地面涉水, 入空同时抢救,希望减少延烧范围, 其火原因是否与山区九位下雨有关, 消防局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,